来 谢谢 捷运车厢发生随机砍人 长发男子就算先写支流 还是冲上前一把张嫌犯抱住 飞用肉搏受到万界关注 但却有人想借此话题蹭流量 案发后七个小时左右 就有民众发文 表示收到莫名的诈骗简讯 内容写着 中协长发男因为搏斗时皮夹掉了 人在医院急需用钱 希望能借五万 跟着等到台积电解套 再将股息还给你 但事后警方追查下 揭穿这起莫名诈骗一切 都是原PO自导自演 前世纪主动展开调查 结果发现全部都是 灵性男子一人所为 他的简讯内容 从另一只手机传给自己 接着在截图发文 听完最早的歧视来源 来自网络财经论坛 而PO文者就是小编 论坛所属的财讯公司 就位在新北板桥 警方随后也将这名员工 约谈到案 为增加网络流量及话题性 自行制作虚伪内容 并非诈骗集团 发送之简讯 零星员工被抓包后 一度变成自创账号发文 只是想提醒大家 小心诈骗 但最后人被依违反 社委法遭到耸办 造成用户及社会的纷乱 我们三感抱歉 我们第一时间先停止 该名同仁在社群 营运的相关权限 想策热度就像闹大 公司也激发声明 并删除贴文 但外界更关心的是 长话内境况 发痕是一定会留下的 那等伤口愈合以后 之后我们还可以用 雷射的方式 来减少它伤口的疤痕 中央年昨天到下巴 被砍出走公分伤口 虽然预计一周后 就能顺利出院 但点上疤痕 想要修复 恐怕还得一段时间 这新闻公众朋友张嘉宇 参谎报道